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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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或者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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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探索器来收取信号 这个是此其一 那些是要直接透过量重力波的本身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手段来去 间接感受重力波的存在呢? 是有的,但是我稍后去说 但是在宇宙学里面其中一件事 我们是很希望找回 由宇宙大爆炸流下来的重力波信号 在这里要说一些 抽象一些故事 我们之所以愿意相信有这个宇宙曾经发生过大爆炸 然后我们今天形成的事是由这个 爆炸源的宇宙冷却慢慢凝结而成 这个图像我们怎样去接受呢? 其中一样当然是我们原来认为宇宙是膨胀简 所以以往是更加小,以后是更加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是认为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就是这个大爆炸残余流下来的光的信号 如果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我们在1960年代已经认为了 去到90年代我们甚至认为这个微波背景辐射 它整体上的一个粗略分布 然后由1990年代到今时今日的30年之间 我们已经有能力将微波背景辐射上面那些小小的起伏 降落那些波浪 那边热了一点,冷了一点 温度高一点,低一点 我们都已经是可以量到小数后6个位 那么准 那么由这里当然我们获得了一些知识 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年龄是怎样 甚至乎就是由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它就大约记录了 宇宙在大爆炸发生之后30万年 即是说30万岁的时候 当时的整个东西的状况是怎样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参数 我们度完之后是帮我们去了解宇宙更加早的时期呢 会有的 其中一个就叫做宇宙的 宗微子背景信号 就是说整个宇宙去诞生的时候 它一样除了有我们元素周期表这些元素产生 它也有一些很多的宗微子产生的飞来飞去 当然了,长远来说我们有没有能力量到宗微子的背景呢 我们有能力量到宗微子 但是能不能量到宇宙尺度那么大 而不是一个天体一粒星 即是一个超新星爆出来的宗微子 而是一些整体上的一个 背景宗微子来自宇宙爆炸 那我们还在找这个东西 所以我会说 比如好像背景宗微子这些 是在宇宙发现的里面 如果能量到,我就会说很重大的发现 这里还没有说到现在这个画面上要说的东西 画面上你看到重力波的图案 其实我会说 如果你能够量到宇宙去大爆炸 之后一个很早期 所残余的重力波 我就会说它是会出来的意义 甚至可以比那个 量到宗微子的背景更加重要 因为它能够透视到宇宙更早 即是时期所发生的事 那究竟 什么时候量到呢 在这里又要卖个关子 因为其实就算在现在我做节目的这一刻 甚至乎节目出街的那一刻 在美国才是刚刚 即是还没公布这个消息 因为在美国时间 这个星期四 在宇宙学上面都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的公布 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重力波的新发现 那究竟它关于重力波的什么呢 现在行内就众说斑纹 就其中一个大家贴估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已经找到 由宇宙诞生时候出来的 重力波背景 的讯号呢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会说 这个是宇宙河变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结果 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星期四 也有一个 测量中微子的实验仪器 它都会公布它的最新结果 这个最新结果 究竟是代表着 我认为 有一些很有趣的天地事件 产生的中微子 或者是其他更加重要的 伟大发现 这个我就留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去回顾 但是在这里 虽然是未发生 我都值这个机会去介绍一下 就是说 就是 量度这些 宇宙重力波 尤其是由宇宙大爆炸流下来的 这些背景重力波 它那个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在 一年 两年前 我们曾经有说过这个题目 我们那时候就以为 我们只需要透过 量度宇宙背景辐射 由宇宙背景辐射 它分布的图案 我们可以分析有哪些信号 有多少 是来自这个重力波的起落 因为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它一直给一个信号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 有重力波干扰的情况之下 它是会有少少微弱的变化 在上面很微弱的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将一堆纸碎 灑在一个前行上 那些纸碎形成了一个图案 可能是一个花 可能是一些文字 但是如果有船走过去 泛起了一些涟漪 带着那些纸碎来动的时候 你会看到 在这个图案上 会有一些起落 我们一度以为可以透过观测 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了解到 整个时空背后的廉址 是什么 但是最后 我们要整个研究结果 当时是这样 我们科学生只是特意说这个结果 但是 隔几个礼拜后 整个结果是收回 做错的事 所以 曾经尝试过 但是又虚过认过错 如果在这个星期四 美国这方面真的有这个公布 它是来自一个 北美洲的 Nanohertz Observatory 如果他们公布 结果是真的能够被确认 够到这个宇宙的 汇景重力波信号 那我就会说 就是叫做还回我们这几年来 在这方面失落了的一个奇缘 在这里再解释一点点 为什么我们会说 够到这个宇宙重力波 是可以比起这个 够到这个 宇宙大爆炸流下来的 那个光的信号 可以然更大呢 其实这幅图画说什么呢 你如果看看这里 黄色这条曲线的箭咀 其实它就代表着 这些在宇宙三十万岁形成 就是形成了三十万年之后 它在那一刻能够留得低的 光的信号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所以它反映的情况 就是宇宙三十万岁的情况 但是在比这个时间更早的时候 那堆光是不停地和周围的东西撞来撞去的 所以那些东西就是一路的资讯 就会是有变化 就是pattern一直在变 变到直至是三十万岁的时候 它突然之间 宇宙冷却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光可以自由地下 于是当时三十万岁的影像 就可以流下来 今时今日 就比较少受干扰 那就是说当这些光 它是和其他的东西 相互作用减少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它就能够流下一个信号 给我们看 即是它今时今日都最追踪到 那么这个宇宙重力波 它是最早 宇宙大爆炸流下来的重力波 早到是什么时候形成呢 原来是早到就是 我们理论上认为 就是宇宙 产生的 10由-43次方秒的时候 就已经会形成到 它的那个重力波信号 所以 这些信号一直就不会受其他的干扰 因为本身 这些重力波 能够产生到它的一定是重力现象 你有其他的光 其他粒子在 不会影响它 所以它能够保留下来的能力是高的 所以它就更加能够反映到宇宙更加早时候 那个状况会是怎样 所以我们会说 如果我们能够真是去抽屎膜 找得到 这个宇宙 形成大爆炸时 流下来的重力波信号 对于我们去了解宇宙最早期最早期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之有帮助的 甚至有些我们不解之迷 不知道应该有没有的过程 比如这叫做大爆炸之后的 就是大爆炸 那个情况 究竟又是怎样发生 又没有这件事 我想很多东西 就是可以透过了解这个重力波 令到我们可以指得更加多 或者将我们 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 一些模型 是把它排走 都不奇怪 所以 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就很期待 美国时间 今个星期四 他们的公布 究竟是公布什么呢 如果是公布到第一批 在这个宇宙重力波流来的数据 我会觉得非常惊喜 这里又要说一下方法是怎样的 究竟它凭什么去量度的呢 我们看到我们现行运作的 量度重力波的仪器 其实就是 在美国有两个 另外印度也在搞一件 他们里面可以说是一个 超级灵敏的地震仪 那些地面有什么震 甚至是在时空上有什么震 有什么涟漪 它都会能够去量度 这些仪器不多 它就算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 来去量度我们的重力波 比如远处有一个 很厉害的 超新星爆发事件 或者是黑洞对撞事件 就产生整个周围的时空 是出现了一个拉长缩短 一个波动 这个波动一直以光速向外传播 我们就去量度一下 它因为这个空间 这个时空 整个时空稍微被拉开 缩短这个涟漪 就由我们这个地面上 其中一个就是拉局 这个仪器 就去量度下来 但是在今次的 未来星期四公布这个发现 它不是拉过来的 我们就不是用一个直接的 一个实际的一个 一个称途来感受 重力波震动 它们用一个另外一个 我都觉得 挺聪明、挺有趣的方法 它们就在全世界的不同方位 不停地追踪 宗子星 宗子星有个特质就是 它是一个很准时的时计 即是它是不停地 有些宗子星转得快 一秒转一千下 一千转 然后就是你可以量度到 它的讯号有变化 一秒就一千次 那个频率 那个周期 你可以量度得非常 可以量度得很准确的 而且就是说在我们一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是它不是很变的 所以你一旦度得准 它就成为一个 很准确的时计 那你就想象一下 如果 在这些这样的宗子星 它周围的宇宙空间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 时空变化的涟漪 你要记住时空变化的涟漪就是什么 就是在那些涟漪去走过的那个地方 就是会有一个很微小短暂的时间和空间的拉长缩短 即是说时间突然之间走快了又走慢了又变回正常 空间拉长了收缩又弹回正常 一件这样的事 这就是大家要多些想象力了 究竟什么叫 涟漪时空的 即是拉和缩短 这个就是 大家要多些想象来想 好了 当有一个这样的讯号 后面有个墨冲星 它不停地将它的很稳定的讯号传过来 前面有些涟漪将它的那个时间 突然之间拉长缩短了 其实是不是就会干扰到那个墨冲星的讯号 现在我们这班科学家 想到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就是我们去搜落天上很多的宗子星的讯号 尝试在里面去抽屍摸检找一下 有没有那种 突如其来的这些 宗子星的周期变化 是来自于这个重力波的扰动的呢 现在他们就 声称准备在美国时间星期四 就公布这个结果 在这里说定 如果有一个 正如大家所估 这也不是我估计 我自己看资料的时候 大家所估 是在公布这个宇宙大爆炸流下来的 这个重力波信号的时候 我们下个星期 又跟进一下 当然如果是错的 是另一样东西 我又可以拿回来说 这个就没有浪费 始终来说 它是对于整个宇宙行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参数 来帮我们去 解答我们的宇宙之谜 这一节未完美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说 亦都是在美国时间 这个星期四 就由一个Ice Cube 这个中微子探测器 这个研究小组 有它的结果去公布 这里有 画面上看到一个 实验装置的图 要特意介绍的意思 因为它星期四 都可能会公布一些 比较重要关于 去测量 中微子发现的结果 但是这个究竟它公布是什么 就没有什么贴士 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 后星期可以和大家 又再跟进 但是值得 介绍它这个装置 和它那个 杖心独蕴 我觉得 一般来说 我们说在世界上 独中微子 你说回日本那些 这样的仪器 要在地底一公里 装一大缸 很纯正的水 然后量它的讯号 都没有出来 我们知道 原来你用水是一个很好的煤界 来帮你去捕捉 这些中微子的讯号 因为由中微子撞到来 产生那些核反应 它会引发到其他高能量的粒子产生 那些粒子可以引发到 一些光的讯号 给我们的仪器 去挡回 所以是一个比较间接 的讯法 而这个间接的结果是直接 原因就是源自有中微子的讯号 进入了 有人就想 说不用每次用到一大缸水 其实用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在哪里有些很长年很稳定的冰 又够厚 又没有人搞的 在哪呢 南极 所以这个Ice Cube 这个中微子的装置 其实它是处身在南极的讯号 它在地面有一层 有一个很简单的结构 然后在地底里又是要挖到的心 就是藏在那个冰层里面 它就将那些探测器放在冰层下面 当那些 宇宙来到的中微子撞到这些冰 去产生其他宇宙射线 它给出来的辐射信号产生的光 就会给这些这样的光学仪器来量 那究竟它这个仪器运作了这么久了 可以当到什么结果呢 这个我又是要 它又买好班纸 迫着我又买好班纸 我会说在这个礼拜很丰富的两样关于天文宇宙的结果 期待着下个礼拜会有进一步的跟进 这节我先讲到这里 下节我跟大家讲一些关于 一些能源概念的一些新的发言 这些稳影评论节目 对应该有队的儿子 始终的 如果您可以进行去 订阅 这样 这些孳化 这些孳化 是 说 如果您可以进入 您可以說 现在